就是百度其实在AI领域推动了很多东西 让人看起来有点像个亚路基 开放平台的毅力呢 就意味着人家在技术的这个风口 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山头 好不容易做了个水坝 开始能够创造价值 但是你推动了一个 你把这开放了 其实我也代表很多创业公司 可能会想了解 就百度这么这样 这是一个未来长期的战略吗 这个背后的角色是因为什么 绝对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但是我不是很认可亚路基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平台的这种开放 确实是会使得很多重复的工作 没有必要去做了 但是呢 我觉得即使我们不做这件事情 很多重复的工作 或者说只做这些重复工作的公司 最后也会被淘汰掉 这是自然规律 这不仅仅适用于AI的时代 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产业浪潮到来的时候呢 都是一开始大家一轰而上 所有的人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然后大浪逃杀 绝大多数人在竞争当中死掉 最后剩下 没数不多的公司 最后越做越大 整个这个规律 是谁也逃不脱的 那么AI时代来了之后呢 仍然会是这个规律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开放的事情呢 只是会加速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你像去年 我们四月份开始宣布说 阿波罗计划 自动驾驶呢 可以开放出来 我们百度的技术 我做了四年的技术 可以拿出来 大家都来用 我们拿出来 开放的 免费的 而且呢 所有的代码 你都看得见的 爱怎么改 怎么改 爱怎么用 怎么用 这样的开放呢 我觉得是可以使得 整个产业会 更快的往前走 那么也许有一批公司 因为这个东西 活不下去了 但是更多的公司 那么他们可以 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 去做一些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去做一些 别人替代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 开放平台 无论是自动驾驶 也好 还是杜密 也好 还是什么其他基础的 机器学习 这些AI的这种技术 我们都觉得 开放会推动整个产业 更健康的 更快速的往前发展 所以其实这更像是一个 就是从百度的视角 来去看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最终是要从一个 产业的进展的层面 来去推动这件事 是的 在业界呢 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 包括像阿波罗的这种开放 一开始呢 其实内部还是 有一些担心 说我们一旦开放的话 原来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那些车厂什么的 会觉得很失落 本来只有它能够 达到百度的技术 结果你一开放 所有人都能拿到 但是当我们宣布 当我们跟这些 合作伙伴进行沟通的时候 他们也很高兴 而且虽然我们是开放 毕竟就是说 最懂这些自动驾驶技术的 这些人还都在百度 那么他们跟我们一起合作 还是会获得一些 就是别人不能够及时获得的 这些个技术的这种 know how 或者说产业的经验 或者走过的这种 道路上学到的东西等等 所以总是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给这些合作伙伴 带来价值 这今年好像阿波罗带来的 整个百度的 成为了CES上一个重要焦点 对 就为什么会这样 你怎么感觉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开放 就是一年前我们在CES的时候 人家觉得你只是 一个新的竞争者 你还不是 可能不是排第一的 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关注 那么到今年一月份 我们到CES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觉得说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他们又开放 只有半年的时间 90多家合作伙伴 就是中国的外国的都有 原来反正我做失败了 就是我的一个项目 现在我做失败了 有那么多合作伙伴 人家的未来就没有了 所以这也使得我们 就必须得持续不断地去投入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我也非常相信 一个开放的平台 一定会战胜一个封闭的平台 这个在历史上是 无数次无数次都被证明了的 那么多人希望你好 你一定会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